接着来关心花林县政府教育处在10日上午是被检调约谈 花林地检署证实接获了这个检举已经搜证一段时间 不方便透露是什么案子 不过在上午7点多是到了教育处长的住处以及办公室搜查 那么花林县政府指出了 应该是跟全运会以及其他工程案有关 只是单纯的配合调查 花林县政府经传采购弊案 10号清场花林县检署指挥高雄市调处 冬季站调查官员多方出击 陆时约谈花林县政府教育处处长呂一人等10个人 并且同步针对相关事案人员住所以及办公处进行搜索 警方证实收到检举情资收入多日 10号发动搜索但不愿意透露案件的内容 就了解因为被带回了 还包括承办县内多项重要运动赛事的花林县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 推议会秘书长张志强 其中教务主任何鸿章 外界揣测全案侦办方向可能与此有关 应该不是工程弊案 花林县检署组检 程序华表示日前接获情资 收证一段时间 发动高雄市调查 调查区东部地区机动工作站等干员 10号上午前往教育处 以及多个地方搜索到涉案规模 以及涉案多少人将是调查结果再增加 上午花林县议会进行试证总询的时候 旅渔人早已被检掉 约调无法出席 有教育设施科长站在被询 会政府副秘书长张一会在休息期间 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 并表示可能与全民运动有关 为此程序华并没有针对此事多做回应 由于涉及单位包括花林县体育会 教育处相关采购有关 基于正常不公开 无法说明 全民会议计在10月17号开幕 离现在剩下128天 硬体总经费3亿5000多万元 中央核定2亿7000多万元 地方配合款3000多万元 软体总核定经费1亿1000多万元 交易部核定9000万元 配合款1000多万元 整体长管整建计划 共计工程28案 目前除了一案 还在设计阶段当中 其他都预计进度施工当中 大欢迎新闻众华报导